哈喽大家好 我是耀滚大叔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天津八大玩之一的 赶贝思思 首先泡发赶贝 买回来的赶贝用清水稍微偷洗一下 切点酱片 冲端 放到洗干净的赶贝里 给赶贝取醒 再来点花雕酒 倒入高糖 用高糖泡发更能激发赶贝的鲜味 蒸过上馅后 放入赶贝总和整俩小时 盖个盘子避免浸水气 赶贝整好之后 把葱姜跳出来 必煮汤子 这一趟可鲜哪 煮瘦肉提前煮瘦 改倒切片再切成色 这个色不需要切的太细 就算刀拱不好也毫无压力 也是提前煮好的鸡熊肉用手死成稀色 这一步也不考验刀拱 全部都死成戒牙 祖穿水发冻笋 重于处境 把它片成片 再改倒切成莲子棍式 准备两颗海参 我这次还切的 我在市场装有老板前 卖的全都是这样的 用它先凑合凑合 海参对外皮开之后切成色 水烧开后炒一下冻笋 炒一分钟就可以烙出来 烙出来之后过一遍凉水 海参也炒一下 海参炒三十秒就够了 炒烧里加大油 下葱块包香 捧花掉酒 黄豆酱油 加姜汁 倒入赶材整赶贝的高烫 加白糖 烟就不用加了 高烫就是鲜的 把烫里的葱块都烙出来 这是刚才整好的赶贝 从锅里舀三分之一的烫 到赶贝的碗里 下葱式 挤肉和猪肉式 海参 稍微喂一下 让食材细手汤汁 开大火收汁 淋水淋粉狗芡 芡要够得紧一点 就是浓潮一点 让在各种市能抱团 先把这丝丝 盛入大审盘里 赶贝和汤汁挥过 同样是大火收汁水淋粉狗芡 淋入灵魂化脚油 把赶贝盖在丝丝上 一道天津八大丸之意的景点老味赶贝丝 借就得了 赶贝丝 这就做好了 这可是天津的一道牢菜 也是天津的八大丸之意 制作手法也非常的传统 天津八大丸呢 还分告把玩 戏把玩 戏把玩 和这道菜口味差不多的呢 还有扫三式 红扫赶贝 早期的赶贝丝丝 只有赶贝 海参 筍丝和祭丝 赶贝要挫碎了 挫成四 算上赶贝四个四 后期改良了之后呢 赶贝是赶贝 然后再加上四个四 就是多加了一个猪肉丝 废话不多说了 开招 招起来 给撒家上宽饭 这宽饭够宽的 咱先来一块子尝尝 在狗们面前那味特别像 毫不夸张的说啊 这道菜的口味 是你在家里和饭馆 都吃不到的味道 现在饭馆很少有做的这道菜的 老菜都麻烦 各位小伙伴可以试着在家做一下 这道菜的口味是现象 赶贝用高烫蒸过之后 吐出了这道菜的现 煮肉脊肉特别绵软 吐出了香 这道菜特别香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大油槽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大油槽的 不过今天买的这个还剩下差点 这个赶贝太线霉了 这个赶贝太线霉了 里面也跟烂块肉丝 里面也跟烂块肉丝 酱油 沙汁 都没发生 这是吃之后的 脂肪 放生 烂块的